大家好,今天有幾滴,不是很大,外面非常非常冷 我們起床都很一陣子,做了好一輪東西 現在都午餐時間了,我們跑了對面的Mediterranean Restaurant買外賣 因為那間餐廳比較小,我們怕沒位置坐,所以我們決定買外賣 看起來很好,我會示範 超漂亮,有飯、菜、雞、飯 哥哥有飯、菜、混合肉、飯 還有兩個包,很帥 這個很帥,很帥 這個是10.9 euro,這個是8.5 euro Not bad 我們現在開始 So, how's the food? Fabulous Spicy, spicy 很辣 很美味 整體來說很美味 好吃,有點乾身,但是好吃,雞又不粗 它不是有橄橄橄色的東西 因為它會問你,你要什麼醬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Spicy,辣 然後我們初初都猜應該不會怎麼辣 然後我們捉了一條薯條下去,噢,辣到噴火 然後我們覺得好吃,比早餐還便宜 你知道你也見過無限的試的 反而這個比早餐更便宜,但是比較划算 因為真的是正確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工人都會走進去買 所以都是一間很普遍的餐廳 非常好 今天整天的天氣都是這樣 很昏暗,很冷 因為只有兩度 外面有濕的 其實是下雪 我剛才看到綠都很大顆 我們今天就沒有出去 因為在裡面都冷,好看在外面 其實本來今天想去海船門拍照 但是天氣都不要搞了 因為拍出來都不漂亮 我看看明天怎樣 因為明天說是放晨 可能明天先 其實現在有點悶,不知道做什麼好 但是又不想出去 所以我就經常站在窗口看外面的環境 想想,還沒展示給你們看,就展示給你們看 我又坐在地上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幾個小時沒有通疊 話說天氣不好 沒有出去,現在6點半天氣好像好一點點 希望明天是OK的 剛才我做過些什麼呢? 話說說 沒得出去就做事了 做做事的時候,突然我跟Mr.Honey都發現 上不了Facebook和Instagram 因為我們兩個都要貼文 然後我問一下,要不要關機再開 然後我說不像 因為我Google那些沒問題 然後再上Google那個網 原來Facebook和Instagram都是下跌的 都下跌了 我想到現在 由我們發現 可能都已經三四個小時 所以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我是有事要貼文的 但是它搞不定的話 我就沒辦法可以貼文的 不過無論如何 看看晚點會怎樣 或者明天起床會怎樣 真的很煩 因為Facebook和Instagram都貼了 然後我就上淘寶 上淘寶做什麼呢? 因為我去買一些小道具去拍照 剛才在看什麼和Christmas有關 但我覺得選擇不太好 然後就看燈等等 因為我想要一些細眼方便一點 可能有時候我做直播或是自拍照 或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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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細眼會比較好 不過不知道 我去探索一下 這些我都在鑽研當中 其實我是有興趣不大 一問問Mr.Honey 他就會很nice的 把所有東西發到很大 例如我要一個小燈 發一下發一下 就會變成二十幾三十樣東西 他覺得我是需要的 所以我就不問他了 因為我要那些東西很簡單 太複雜了 屋有這麼小 是不是? 那麼凍得幾多東西出來 凍完我都沒有位置 所以我打算自己研究一下 用我的認知和我的方式 就是Google 那就是如果你想想 為什麼我不問阿哥 就是這樣 因為通常一件事都會發到很大 發到你又要這個 之前不是沒試過的 所以我聽完一輪之後 我還問過沒問他 所以變成... 還是不要問好一點 我剛才看的燈那些 有些都挺有趣的 夾在電話上 然後自拍才可以曝光 我看了兩三眼 因為其實那些描述都差不多 有些是連過廣角鏡 有些是沒有 我應該都會入手 看看誰好一點 我想這個題目大家都有興趣的 可以做一個就是買Findings 有些什麼燈不要買 是廢的 有些什麼是可以買的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些什麼 之前有位朋友發了PM給我 問我會不會評測Dyson的Airwrap 整髮器呢 最近很流行的那個 不知道你們看過這個影片 會不會還好 還是已經過了期了 我回答那位網友說 我是15、16 因為它的風筒我是有的 但是大家沒有看到我正確去評測 原因我覺得OK啦 有很多人都問我 其實Dyson的風筒好不好用 我只可以回答大風 這個我是比手屈一指去的 講大風和講積 因為大風會快乾 吹得很快乾 如果你要很熱的話 它也可以很熱 但我現在因為之前頭皮有點敏感 所以我通常教過熱的那個 都是只有1度 我以前教2度 但我都嫌它太熱 我現在教1度 但是它真的很快乾 大風的 但你問我 是不是吹完頭髮 美麗了 或者整齊了 或者什麼 我又真的不覺得 我又真的不覺得 我不覺得我的頭髮美麗了 影嘴在一起 各樣各樣各樣 所以我就覺得 OK啦 我現在都在用 我現在都在用 但我也是喜歡去大風 其他東西我就沒有什麼強求 所以我初初回答過一個網友 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試 然後他就說 你試吧 因為我上網看了一些參考 好像落差都很大 要不就很好 要不就很一般 他說我都是順利的 不如你試吧 後來我就跟自己說 好 那我試吧 我都不可以拒絕一些新技術 然後我想想想 試吧 然後又上網看了一會 就是這樣 未來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上網看的時候 這個時刻是不停的 我跟管家說 如果他走開看到有貨 就先幫我買了 我就不肯定買不買到 因為都蠻熱的 如果買得到的 當然一月大家就有評價看 我就會在社交媒體上 例如在社交媒體上 例如在社交媒體上 在社交媒體上再更新 大家買了沒有 買了之後我就會做一個評價 就是這樣 坦白說 今天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又沒有什麼跟大家說 所以我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每天都很精彩 其實我每天都不精彩 不過今天是更加不精彩 因為天氣不好 我們兩個有點難 還有我覺得之前幾天 我們冷到瘋了 陪他拍照的時候 冷到瘋了 所以今天直覺上都告訴我們 是很冷的 所以就不想出去 都是一個原因 不過今天很享受 因為很慢 看東西 不急不忙 沒有趕著去哪裏 又不是冷 所以都蠻好 無論如何 我拉了一陣子 現在應該是6點8個小時 我們應該都是在樓下 隨便找餐廳吃東西 因為都不想去太遠 留下明天早 所以待會吃飯就帶你們一起去吧 這間店 我們還沒進去 我們剛才站在門口研究餐廳的時候 有人出來招呼我們 解釋說他們是摩塔巴斯 還有三個主菜 相當趣 我們現在進去 剛才說這間餐廳是整條街第一間餐廳 這些全部都是塔巴斯 剛才他說主菜有 雞蛋、雞蛋、雞蛋、雞蛋 三樣可以選擇 我想我們試一下 插一下線 然後看看怎樣的情況再決定 上面的設計都蠻可愛 好像黑板一樣 然後畫了魚骨 然後畫了刀叉 然後那邊都寫了東西 蠻興趣的 那一杯 Moscow Mule Moscow Mule with Rosemary 好漂亮 然後還有Olive Not my friend Version Mojito 有點甜 太甜 這個是Spicy Beef 全部都是小碟 這是哪一個? 這是哪一個? 這一個是 這是 炒菜和雞蛋 這是 這是 青菜和雞蛋 這是 炒菜和雞蛋 炒菜和雞蛋 這是 Cucchini 對 菜的一種 對 菜的一種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很多小碟的東西吃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們現在先吃東西 Mr.Honey的甜品很可愛 三個一起 I think it's called Pafetaro It's cream, pastry and chocolate It's an indulgence 然後我們要chocolate cake 什麼? Lots of sugar and lots of carbs Not much carbs But you eat the bread I eat the bread and also you eat the potato That was lovely actually Pafetaro with cheese 好吃 You can be a French person How's the food? I think it's quite nice actually Nice change Selection the different dishes and it's good Less boring Less boring Defintly less boring The camera And the dessert's really nice I do 我喜歡這個 Hello guys 我看Yellow ohneivy 我覺得食物是否非常好吃又不是非常好吃 很不錯 有個變化是不同的食材 想吃大碟也有,但我們不想吃一大碟 因為經常都吃,所以叫了Tapas 每樣小碟是多點選擇 所以不會悶,所以很不錯 我覺得電箱好吃,也不會飽到胸口 剛才我們吃了五碟的食物,再加了食物 剛剛好,不會飽到胸口 我覺得都試過,如果經常想吃Tapas,我覺得都OK 現在我們打算回歸繼續,今天的Title是吃爆一天 最終現在沒有下雨,希望明天好天就可以出動 明天見,bye